各位热爱音乐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冰咖啡 欢迎来到从菜鸟到大神 编曲30天速成教程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教程 是我们第12天 在前面我们向大家讲解了 编曲的曲式 以及编曲的曲式 对编曲的影响 我们主要分析了 单部曲是一段题 二部曲是二段题 以及单部曲是一段题 以及带在线的三段题 那么这里我们继续前面的话题 这里我们分析一下 带在线的三段题 它们的和声情况 研究一下和声 我们主要的研究和声的开始 和和声的结束 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过带在线的三段题 一般是A B A撇 好 A呢 它停留在什么地方呢 一般是停留在135 就是说大家看下面这里 A B A撇 对吧 这个A停留的最后这个地方 和弦一般是135 也就是终止 它很少停在572 好 那么它为什么很少停在572呢 是因为是这样的 大家看 这个A跟这个A撇 是变化重复关系 和声也是类似的 基本上和声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 A撇的和声就是A的和声 而A撇作为全部歌曲的结束 A B A撇不是全部歌曲吗 全部歌曲要结束 你总得结束到135上面 主和弦对吧 所以说A撇的最后肯定配135 那么既然A撇的最后配135 那么A的最后也是配135 那就不可能配572 当然我们前面举的张宏亮那个例子 我们是为了讲二段题 故意把它写成572 开放的一个段落 但是很少来有取的是这样的 好 所以我们A段一般是停留在135 是因为在线的关系 而B段呢 就这个地方 一般是从461下属开始很多 而且很多取的都是从461开始的 可以当作一个固定的一个模式 它停的是停在572 好 为什么它停在572呢 因为A撇一般是从135 或者461开始的 也就是说A也是从135 或者461开始的 乐曲的开始的和弦 有这样几种 一种呢 大调就是135 主和弦开始 好 还有很多种时候呢 是从461下属开始的 四为低音 还有的时候是从246 2开始的 2开始的 比方说 很多歌曲 有一些歌曲 它都是从246开始的 比方说 我会一直孤单这首歌曲 它就是从246开始的 刘若寅也唱的 还有歌曲是从613 就是小调 613开始的 有这样几种 好 不管是123 12135还是461 反正呢 B要停在572 作为一个半中指 期待A的再线 你A一撇 你不是要再线吗 怎么样把A一撇引出来 你B不能有稳定感 假如B最后配的是135 那不就表示这首歌已经结束了吗 那我A一撇还要再线干嘛 所以说B就不能停在135 必须停在572 因为572是不稳定的 好 既然572不稳定 那么这首歌还没有结束 必须继续进行下去 所以再来一个A一撇 所以说大家看前面 我们讲的张宏亮的 这首歌曲 我们作为两弹体来演唱 它是1645最后停在5上面 所以我们往往要在最后 加一段A一撇 然后把中指改成 最后改成16451 这样就可以了 完成了一首歌曲 我们只不过当时为了讲二段体 人为的把它改成了 B一段停在572 好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和声关系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到具体的歌里面 我们还是用以前讲的这些歌 比方说相似和伴 这里 组合弦135 好 然后我们看 好 这里就是数和弦 这种感觉就是数和弦 大家要听得出来 接着再现 从相似和弦 又是135 135 好 然后看 停在什么地方 又是135 不要把我忘记 这个地方有很明显的一个停止的感觉 整个曲子结束了 所以这里就是配135 好 这是这个例子 上面看 往往知道 这是A段 终止了 又是135 好 这是B段 看B段的终止 这就是数和弦 数和弦 5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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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 配572 数和弦 下面 A片 看A片 停在什么地方 Doredo 121 所以配135 最后终止 这是晚晚知道这首歌 所以说 验证了我们前面讲的和声的关系 所以大家以后编曲 还有作曲的时候 就要注意和声的开始和结束 这个关系 一定要把握好 因为和声开始和结束 把握的不好 段与段之间连接 就会出问题 就不流畅 甚至是错误的 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 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向大家讲 三段体的第二种 就是不带在线的三段体 不带在线的三段体的结构形式 是A加B加C 它的情绪变化是层层深入的 具有着部推进的感觉 月段之间有层次感 那么在创作中 是否需要C段 这个是根据歌词结构而定的 比方说 不带在线的三段体很多 比方说张国荣演唱的 《当爱已成往事》 王杰演唱的《一场游戏》 《一场梦》 SHE演唱的《波斯猫》 松玉演唱的《哭泣的百合花》等等 这些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找 封信 它都是不带在线的三段体 好 不带在线的三段体 我们根据什么呢 根据篇幅的结构 分为两种形式 一种是这个叫做主歌 加过渡 加副歌 就是主歌跟副歌之间 差了一个过渡 好 下面我们具体来分析 这什么意思 注意这只是基本关系 具体的 实际的歌曲 肯定要有所扩充 好 我们听一下这个 许静岚的《一个人的星光》 很明显 这个是续奏 续奏部分 钢琴solo 还是当心solo 加了一点tad 好 由这个打击乐器 这个风铃这个声音 引出 这个叫mark tree 然后引出主歌A 好 主歌A 大家听一下 看一下主歌A的编曲怎么写的 只有一个钢琴 是钢琴solo 而且写的极细简单 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是 重拍砸了几个和弦 大家听一下 砸了一个 又砸一个 这里加一点风解 所以大家看 虽然是钢琴solo 但是写法错落有致 有的地方是杂和弦 有的地方风解 那么风解也分快慢 有的地方是 所以说编曲的时候就要注意变化 不能说光像我前面所举的例子 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这样有快的好处 但是也会带来一定的不好的地方 我只是通过讲解 尽快的讲解让大家掌握这样一种曲式 所以大家具体编的时候 还要注意钢琴solo 要非常写的 非常细致 好 这地方就是重复了 这个重复了 但是这个重复呢 不要写作A撇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主格A的内部的重复 也就是说主格A本身就要重复一次 才构成了主格A本身 就是说主格A本身 是由两个相同的段落构成的 好 这里到了过渡B 过渡B 是钢琴加弦乐 加了弦乐进来了 这个过渡比比较长 当然也有看的 好 大家有没有注意 听的时候感觉好像四平八王的 就是好像没有违和感 我们编曲也要讲究违和感 什么叫违和感 就是好的编曲 你听了以后 从头到尾听下来 就是它本来就应该这样 如果你从头到尾听下来 这个地方好像有点违和感 不应该是这样 那编曲就有问题了 我们听的时候 刚才顺顺当当的听下来 没有问题 对吧 但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但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听到这里 有没有鼓 有没有电贝斯 好 然后这个地方过渡B没了 下面到副歌C 就是高潮部分 好 这地方是什么呢 是钢琴 加弦乐 加Pad 还有弦乐Solo Solo在后面 人们听到这个Solo 这是大题型的Solo 很细腻 大题型的Solo 一般呢 如果能实录的话 就实录 当然没有条件 也可以用MIDI做 大家可以看到 有没有鼓 这地方 高潮了 还是没有鼓 有没有电贝斯 好 然后副歌C到这里 又重复了一次 反复一次 这一次反复也是C 反复 也就是说 副歌C 本身 高潮C 本身 是由两块构成的 反复一次 取得平衡 加了人声和声 还是大题型的Solo 有没有贝斯 有没有鼓 还是没有 它的Solo 非常明显 钢琴 Solo 来奏 箭奏 所以大家看 到这里为止 ABC部分 全部 成事了一遍 成事一遍 好 它的整个编曲 层次也有 没有鼓 没有电贝斯 没有电吉他 什么什么都没有 钢琴加弦乐 比较古典的一个伴奏 有Pad 然后还有弦乐的Solo 大题型 小题型的Solo 等等在这些地方 所以大家看 编曲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层次看 你不要把很多乐器 一下子就用出来 像这里面 鼓和贝斯都没有用 那么到什么地方用呢 大家继续听 有没有听到这个地方 加入了电贝斯 这地方音响层次非常薄 很薄 钢琴高音 好 加入电贝斯 高音区 电贝斯的高音区 鼓进来了 夹子鼓 好 夹子鼓进来了 贝斯肯定也要进来 好 电吉他也进来了 什么都进来了 这地方就是乐队拳奏 大家看 乐队拳奏在什么部分 原来在剑奏的后半部分 好 剑奏结束 下面按道理说 应该是把前面再过一遍 对吧 怎么过的 主歌A 有没有在唱 没有 直接从过渡B开始唱 这是过渡B 好 过渡B这时候用了什么乐器呢 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大家可以听得出来 鼓有 贝斯有 钢琴有 弦乐也有 潘子也有 人声和声也有 大家看这个 人声和声 是怎么样唱的 是许静岚唱完一句以后 停下来以后 人声和声再跟上去 大家听一下 好 这里停下来了 然后人声 跟着唱 你看这里都是跟着许静岚在唱 这种有点类似什么呢 我们副调音乐里面的一种叫做卡农 就你先唱一句 然后我跟着你的刚才这一句再唱 我唱的时候 你已经跑到后面去了 然后我再跟着你 你又跑到后面去了 这样 有点类似什么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黄河大河唱 那最后的风在喉马在叫 它怎么唱的呢 就是你这边先唱 然后这边中间唱 跟着唱 然后到右边唱 这样形成一个翻滚的气势 这里就用到了编曲里面 好 所以大家看 编到这个地方 你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做加法 把乐器加进来 和声怎么样 和声不需要你再动脑筋了 为什么 因为和声在你初次成是ABC的时候 你已经全部搞定了 所以最后重复BCAB的时候 和声都不要考虑 直接把和声超过来 你所要考虑的就是 怎么样加乐器 加什么乐器 那么加入了这个乐器 奏什么 怎么样揍 都是有点不一样的 好 下面到高潮 C部分 可以听得出来 弦乐音区很高 有一种副旋律在里面 就像眼前黑夜 关不掉星光 每当想现在我感觉到悲伤 我会努力用你找我的方式悲伤 回家的路虽然很漫长 但是我至少会比较勇敢 学着飞向你不在的地方 好 下面开始 按道理说 重复的时候 重复的时候BC又好了 整首歌应该结束了 但是为了取得平衡 这个A还必须再反复一次 否则的话 就是ABCBC 那A呢 最后还差一个A对吧 所以呢 为了呼应一下 呼应一下 这个取得呢 都是以中间的某一个地方 为轴 成镜像的 所以说轴是拿 是剑奏 这个剑奏 C对这个C B对这个B A一撇对这个A一撇 这时候加入了钢琴 主奏 当然还加入了 铃声类的音色 在高音区 这是一点小的变化 好 然后A撇结束了 到伪奏 注意伪奏说过了 必须跟续奏相呼应 这里伪奏跟续奏一样的 是不是一样的 只是伴奏的形式有点不一样 音调是差不多的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分析的 许晶兰的这首歌 大家可以看 它基本结构是ABC结构 但是通过扩充了什么的 反复 把它变成了这样一种结构 这样才是一种成熟的 完整的编曲 好 接着我们再看 第二种形式 主歌加副歌加补充 这种形式 比主歌加过渡加副歌 还要多 很多歌曲都是用的 主歌加副歌加补充 这种形式 因为它的风格呢 是非常流行化的 下面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好 听到这里就知道 这里又是续奏 又是钢琴solo 对吧 所以你看 很多流行歌曲续奏都是钢琴solo 把它演奏出来的 然后是主歌A部分 当前 里面 我的眼终于失去 你的脸 在等一回 好 大家看啊 这个主歌A部分 又分为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 这里是第一个段落 只有钢琴伴奏 然后 好 下面 音调声跟开头是一样的 但是后面不一样 这是第二个部分 编曲有所变化 你看 弦乐加进来了 加进来了 你看弦乐的副旋律 好 鼓加进来了 这时候进入到了 主歌A部分 后半部分 好 所以大家看 最后这个时候呢 鼓也加进来了 贝斯也加进来了 弦乐钢琴都有 这是主歌A 所以主歌A呢 它封成两个部分 或者三个部分 A A撇 以及B 这是主歌A内部分的 接着到了 副歌B的高潮 看一下他的乐器 听下 钢琴有 弦乐有 人声和声 鼓 贝斯 这些都有 音乐 沮缉的适合 原来我们活在 两个世界 被浸细的眼泪 你哭红的双眼 为淋湿的落言 烟没在心里面 我抬头看着爱不见 好 到这儿结束 整首歌就结束了 主歌A加副歌B全部没了 但是光有这样还不行 所以扩充怎么扩充 好了以后 当然需要加一个劲奏 下面就加劲奏 有变吉他 好 建筑好了以后 该再现了 怎么再现的呢 一般我们讲的是 从B部分再现 但是这地方B部分是高潮 你怎么能建筑好了以后 就直接高潮呢 这样是不多见的 所以你得从A再现 但是从A一开始再现 又太长了 所以我们从A的后半部分再现 什么部分呢 就这个部分 这是A部分的第二个部分 后半部分 A部分的第一部分 不是这样的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这第二部分有变化了 所以说从第二部分开始再现 好 下面到了副歌 副歌的部分 副歌重复的部分 也是B部分 还可以把前面照抄 跟前面都一样的 这里我们就不听了 好 这里 不见 本来应该结束了 但是这地方 加入了一个补充 C 看一下这个C 怎么进来的 编曲层次 其实跟B部分差不多 还是这几个乐器 好 到这里 补充C就结束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感觉 是不是在很多歌曲里面都有 歌曲的后半部分 大概是黄金风格点 0.618这个位置 插入了一个补充C 好 C好了以后 又是B一片 再次引入高潮 把歌曲推向高潮 再高潮 但是注意 高潮刚出来的时候 大家看 乐器突然减掉了 只剩一个钢琴在这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实际上是为 再后面的高潮 做一个铺垫 怎么样突出 再后面的高潮 你得把前面的音量放低 前面的编曲变得薄了 才能突出后面的厚 所以这题法撤去 很多乐器 只留一个钢琴 说不出的想念 不见嘉弦乐 好 然后这里所有的乐器 再进来 推向高潮 给大家看 人声怎么唱的 张栋梁唱 背临时的诺言 然后人声 重复着 背临时的诺言 再听一下 到这里歌曲结束 但是为了意境 再拓宽一下 还是老方法 歌曲的最后一句话 拿出来 再反复一遍 同时肢体 整个编曲 变得再薄一点 整个宇宙都流眼泪 下面是伪奏 说过了 伪奏必须要跟续奏一样 听一下 是不是一样的 好 所以这是我们分析的 张栋梁的这首歌曲 主歌加副歌加补充 加补充 它是怎么样 进行扩展的 只是在基本的情况下扩展 大家掌握基本的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扩展就行了 好 然后我们做个练习 这个练习是这样的 我们举这样一首歌曲 冲销小夜曲 这首歌曲 是我创作的一首歌曲 大家把这个表格填一下 它分为这几个部分 主歌A 副歌B 补充C 副歌B一撇 副歌B一撇是在线 填写左边的表格 这地方就填用了什么乐器 有些什么乐器 然后写出曲式的详细方块 就是说 你把这种 这个方块 你得写出来 这个曲的 曲的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好 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练习一下 然后再听一下这个教程 那么练习好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讲解 看一下这个曲的 它的布局是什么样的 这是续奏 它是由pad 跟铃声类的音色 还有双黄管构成的 这是合成类的音色 好 然后下面 到了主歌A部分 这是电钢琴 然后这个地方是吉他类的音色 还有钢琴 人声钢琴 这地方已经加入了弦乐 还有贝斯 钢琴加弦乐 将贝斯 这地方已经全部加进来 是A部分 只不过这个地方的贝斯 不是电贝斯 是弦乐的贝斯 大提琴 它的音色 不是电贝斯 没有鼓 没有电贝斯 这里 到了副歌B部分 副歌B部分 还是钢琴加弦乐 加弦乐的贝斯 下面到了剑奏 这个剑奏很短很短 可以看得出来 剑奏跟前奏是一样的 按道理讲歌曲到这里就结束了 但是下面还有重复 好 这首贝斯 电贝斯 加进来了 还有电子音色 这地方是 在线的A片 可以听得出来 电贝斯的声音 带奏也有缩 有点小的感觉 电子音色 电波碎水蓝 长节对应双快换 清风吹入怀 欲怨独等寒 月下长颖似菌花相伴 春光在这心而飞 在这梦而追 这首贝斯 对呀 在这后一篇 在这首贝斯 还是又是从本主的 有谁常在凌花 下面 A撇B撇重复好了以后 又是一个建奏 这个建奏还是比较短 好下面就到了补充部分C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一个段落 是什么呢 是电贝斯加钢琴加电子音色组成的一个编曲 现在五七二上 好然后这里 C唱好了以后再来一个建奏 注意这个建奏的性质就跟前面不一样了 前面的建奏一一建奏都是很短很短的 就是一种过门的性质 但是这地方C后面的这个建奏就不一样了 它非常长 而且乐器比较多 起到一种什么作用呢 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 天然请不要败 谷也加进来 这个谷的比较简单 是Lope 续奏建奏到这里就没了 这个建奏很长 它的作用其实是深化意境 深化主题的一个作用 把副歌B段落再次带出来 这个时候编曲的时候 乐器还这么几个 但是弦乐比较高 用副旋律 好到这里 笔没了 但是为了意境再声远一点 把这个笔再重复一遍 好到这里全部结束了 伪奏跟续奏一样 所以这就是个首尾呼应 Pad的贯穿群曲 好 这是我们的分析 所以大家看 这首乐曲 它虽然也是主歌加副歌加补充 但是跟张冬乐 这首歌曲就不太一样 因为它的C跟B片之前 插了一个很长的剑奏 这是一种很独特的曲式 用的好 可以给自己的歌曲增加很多的个性 好 然后就是练习 再一个练习 这个练习就是整理三部曲式 写一份清单 然后我们到这里为止 单部二部三部都学完了 现在可以分析任意的流行歌曲 绝大多数的流行歌曲 特别是自己喜欢的 分析一下它们的结构是什么曲式 然后不同段落 编曲是怎么样 编的用了什么乐器 最好能分析一下 每个段落的开始结束 都是什么和弦 好 然后再把这个方块图给写出来 它的结构写出来 这样就可以把这首歌曲 当前你分析的这首歌曲 它的编曲的精神给吃凑